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繼續講 晶體結構的周極性跟對色性 上幾個我們講到了晶體宏觀的對色元素 今天我們開始講微觀的對色元素 我們知道晶體結構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周極性 所以它的微觀對色元素裡面最基本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平移 平移對色操作 也就是說我們把晶體的結構 按晶波的三條邊的方向移動一個周期 或者移動任何一個周期 它這個晶體肯定復原的 所以這個才叫它的周極性 也就是說它晶體的微觀對色性裡面 必然存在一個叫平移對色操作 我們用T T來表示 那麼下面用三個數 整數 M、N、P來表示 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在A方向移動什麼? 移動M 移動M的周期 在B方向移動什麼? N的周期 在C方向移動P的周期 那麼當然N、M、P 這個上個數是整數 可以整的也可以負的 負的去往反方向移動 所以這樣一來呢 它這個具有周期性結構的晶體 它一定復原的 那麼它的點燃也一定復原的 那麼我們看看 從這個什麼的 就看 如果我們取了一個A跟一個A一個B 那麼我們從A方向 比方以一個周期兩個周期 它是什麼? 它都復原的 那麼以B方向 以一個周期兩個周期 它的點燃電都會復原 那麼這就是它的一個 一個 周期性的一個 根本一個特徵 那麼也是我們圍觀 對稱性的一個什麼? 一個基本的一個操作 也就是說 對於圍觀結構來說 不是從宏觀外星來看 從圍觀結構來說 我只要移動空間 移動整數周期 它肯定什麼? 肯定復原的 肯定復原的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晶體裡面第一個具有的什麼? 圍觀對稱性 也是根本的 那麼 那麼有什麼影響 產生的呢? 由它的周期性產生的 第二個操作 它在宏觀上面 有對稱軸吧 就是說 我們旋轉 N分子兩派 它復原了 那麼就是 旋轉N分子兩派 那復原 那麼就是 旋轉N分子一個兩派 兩個兩派 三個兩派 一直都可以到什麼? 多N-一個兩派 是吧 如果我們有一個N軸 那麼它什麼? 它旋轉什麼? 它旋轉N分子兩派 是吧 兩派 那麼它可以旋轉什麼? 選擇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麼也就是說 我這裡可以什麼? 可以變成功什麼? 變成功兩派 兩個M 派 兩派 那麼這個M呢 這個M可以等於 等於 一個到什麼? 到N-1 對吧 到N的時候它又復原了 就是 等於原來不動了 好 那麼這是什麼? 這是它這個 就是在宏觀上面 有一個N次對稱性 那麼 再加上 因為它在圍觀裡面 有什麼? 一個平移對稱性 結果呢 在 經濟內部呢 圍觀裡面出現一個螺旋軸 螺旋軸 它是這樣的 比如說 我們說 旋轉N分子兩派 然後旋轉好以後 它不復原 它在移動 移動多少呢? 移動N分子什麼? M A A就是 所移動的方向 這個 比如說 我移在A軸移動 那麼就A 比如說 移在B軸移動就B了 移在C軸移動就C了 那麼 這樣一個操作 復原操作 我們叫什麼? M M 下面 M 這M呢 肯定是什麼? 肯定是小於M的 那麼M取著也 一半也是取著什麼? 也 又到什麼? M分子也 好 我們可以在一個圖形裡面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舉一個什麼? 3A 螺旋軸 那我們這裡不是一個圖像嗎? 這個圖像 黑的點 都是 晶體機構裡面原有的 那麼 我帶圈的 空心的 這個點呢 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麼我們 我說這個 對稱鏡 你看 它平移肯定有的 因為是什麼? 是微觀機構 肯定 平移一個A 平移一個A 肯定復原的 它是因為什麼? 因為它周近機構嘛 但是 它旋轉呢 旋轉90度 120度的時候 往這裡旋轉 那種旋轉120度 它原來沒點的 也就是說 單單旋轉 圍觀裡面 單單旋轉之後是沒有的 但是 我們把它旋轉從120度以後 我在 移動什麼? 移動三分之一A 這個距離 正好三分之一A 你看 旋轉120度以後 移動三分之一A 你看 這裡出現一個點了 是吧 就出現一個原子的 那麼 就是什麼? 它復原了 這是二 那麼 然後呢 二再移過去是沒有的 但是二可以什麼? 再轉 二再轉 轉一個120度 轉到這個 三一P 三一P也沒有這個點的 但是它什麼? 再移一個三分之A 它又什麼? 又復原了 好 那麼這三呢 再旋轉120度 旋轉到原來的方向上面 沒有點的 但是它往這裡移一個什麼? 一到四 又復原了 是吧 因為什麼? 旋轉三次 那麼等於一是一是多少? 一三次 一三次的三分之一A 那麼肯定是復原的 是吧 旋轉三次 那麼三分之兩π 旋轉三次 那麼就等於兩π了 那麼角度上面復原了 那麼移動呢 移動什麼? 移動三分之一A 是吧 再乘三 等於什麼? 等於A 那麼這什麼? 在平移方向也復原了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 那麼我們現在舉個例子就是三一 三一 它可以轉一個 一八二十度 移三分之一復原 然後從這點 因為這點是原子 它也可以轉一八二十度 移動三分之一復原的 所以 所以所有的點 這裡的所有點 它都是什麼? 轉一百二十度 移動三分之一才復原 這樣就是什麼? 一個對身操作 所以這個對身操作 我們叫它什麼? 叫它三一一 三一一就是N 這個M的一個點性粒子 好 那麼我們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 先旋轉 再移動 這個MN 那麼對兩次來說 它螺旋中 這可能有一個 就是什麼? 旋轉一百八十度 什麼? 移動什麼? 兩分之一 A 那麼它就一個了 那麼 對什麼? 對這個三次螺旋中 裡面 它可以兩種 一種是什麼? 就是轉一百二十度 移動什麼? 移動三分之一 什麼? 三分之一 就是什麼? 這個 周期A 還有一種三二是什麼呢? 三二就是相當什麼? 轉什麼? 要轉什麼? 要轉一個一百二十度 要移動什麼? 移動三分之二周期 那麼就是三二了 那麼三二之間 倒過來等於什麼? 倒過來就是三的副業 為什麼? 倒過來等於移動什麼? 轉一個什麼? 轉一個一百二十度移動的 那麼它轉三百二十度移動一個周期 轉二百四十度移動一個周期 移動一個周期 那麼這樣來說呢 你倒過來 倒過來就是說 等於轉一百二十度 它移動一個周期 所以這樣再來呢 你看 它是一個 這是一個什麼? 三二一 就是一個圖形這個 那麼三一兩個 三一一三二 那麼這是什麼呢? 就是 往順子方向的 就代表什麼? 代表三一 往順子方向的 等於倒過來之後轉 代表三二 三二 好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四一 那麼四二代表什麼呢? 四二代表它轉什麼? 轉九十度 再轉九十度 轉一百八十度 移動什麼? 移動兩分子 兩分子這個周期 那麼這叫 十二就是等於什麼? 就等於二一一了 大家等於二一 但是它因為為什麼? 它裡面有四一還有四三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四二 那麼你看四四周 那麼唯一的就是什麼? 一個是兩次周 三次周 四次周 那麼六次周 那麼六次周就比較佛雜了 它有六一、六二 還有六三 六三也等於什麼? 也等於二一一的 是吧? 六三 那還有什麼? 六四、六五 那麼六四、六五 跟這個稱號什麼? 等於倒過來 倒過來 反方向 我們一般叫 你正方向走正方向的 那麼它 順子方向就是什麼? 就是反方向 就是反方向 所以這樣的它螺旋軸裡面 它就是什麼? 有這幾個種類 微觀對身形 那麼我們再舉個圖形 等於我們舉個 具體的經濟結構例子來看看 這是一個 接下來第二 微觀對身形叫 叫懷疑面 我們說 在宏觀對身形裡 有一個反應面 反應以後 復原了 靜面 我們叫靜面 但是因為 在圍觀裡面 還有可以什麼? 有平易對身的操作 所以 它有什麼? 這兩個結合起來 又得到了一個什麼? 叫懷疑面 懷疑面 有三種 一種懷疑面 就是軸線懷疑面 這個軸線懷疑面 我們就用什麼表示呢? 就是用 A B C 分別用ABC表示 那麼A就是 在A方向懷疑的 B就是在B方向懷疑的 C就是在C方向懷疑的 在軸線懷疑面 那麼 它的對身操作是什麼? 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A柔 它是這樣 這裡如果有一個點 對吧? 有一個點 那麼它是按照鏡面 這裡是藍的 是不復原的 我們黑的點是原有的 應該有的 那麼這裡 鏡子照過來 不復原 但是它疑什麼? 疑兩字A就復原了 那麼 這個點 再繼續照過去 疑兩字A也復原了 所以這裡 黑的點是什麼? 是它固有的 而藍的點是 我放上去 是虛的 實際上是沒有的 這不過我要 來什麼 表示一下 通過反應 它到了這個位置 但是它要一下以後復原 那麼這個反應 到這位置一下復原 它反應一下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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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一個就是 它有個什麼? A方向的懷疑面 那這個面 那這個面是在什麼呢? 這個面就是這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 肯定通過A軸 跟平 A軸平行的一個面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這個 它反應 然後再懷疑兩個字 反應再懷疑兩個字 這就是我們叫的 ABC軸系懷疑面 還有另外一座懷疑面 它不是沿著軸方向懷疑 它是什麼? 它沿著什麼? A加B的方向 對角線的方向懷疑 也可以 那麼它這樣呢 就反應一下以後呢 沿著什麼? 沿著A加B方向懷疑 那麼這個圖子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 就是說 這個藍的點 是在什麼? 在平面上面的 那虛的黑的點 在什麼? 在平面下面的 那麼這個周期什麼? 這是A 這是B 這是一個單包周期 對嗎? A,B 那麼我這個藍的點 照到鏡子下面 就照到平面下面去以後 或者我照到平面背面去以後 它什麼? 它沒點了 但是它移動了兩分之間 A加B 什麼? 這一點重複了 那麼這點呢 反過來 反到我那個鏡子外面來 把它鏡子外面沒點了 但是它往這個移動兩分之間 這個點也復原了 所以這樣的點呢 就是叫N環一面 N環一面 它的懷疑方向是什麼? 就是A加B 當然 將來C加B加C也可以 或者A加C也可以 也叫N環一面 它總是N環一面 那麼它的操作是什麼呢? 操作就是說 先反應過去 然後再懷疑什麼? 一個對接線 兩分之A加B 或者兩分之A加C 或者兩分之B加C 都可以 都復原了 那麼這樣的動作做兩次以後 它肯定是什麼? 就相當於原來的周期了 因為你看 反應次 懷疑A加B 那麼再過了反應次 再懷疑兩分之A加B 那麼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做兩次結果就是A加B 那麼A加B肯定是復原的 A加B是什麼? 一個平易超速嘛 肯定復原的 這是第二類 它在懷疑裡面 叫N懷疑裡面 第三類懷疑裡面 這是這個 要戴心的 那個點證 它會有這種可能性 那麼這是什麼呢? 我們看 它是這樣 要注意 這個圖裡 這裡是A了 這裡B了 B這個大了 但是它中間戴個心 面上戴個心 那麼這也是一樣 我這裡反應下去以後 我畫 畫什麼? 畫四分之A加B A 少到點了 然後這個點反應過來 再往上面畫 對吧? 四分之A加B 又有了 那麼這樣呢 做兩次以後 這個敵面做兩次以後 那反應抵消了 那麼整個 畫一遍都刷了 畫一遍就刷了一個 就是什麼? 畫了一個 兩分之A加B 那麼兩分之A加B要復原 那它肯定有這個代性點 代性了 不代性兩分之A是不復原的 不代性的是要叫什麼? A加B的復原 但是呢 這是代了個性 你看 這樣一個如果單包的話 在那個單位點中的話 那麼這裡有點復原 所以這就是什麼? 畫一面 畫一面分三類 螺旋座就是一種 但是它有兩次螺旋座 三次螺旋座 四次螺旋座 還有六次螺旋座 有四種 那麼這畫一面就是三種 當然方向還多了 這個有三個方向 這個也是有幾個? 也有三個方向 A加B B加C 或者A加C 也有三個方向 這個也是有三個方向的 你看 我們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金剛石的一個什麼? 一個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 那麼我們可以在金剛的經濟結構裡面發現 既有什麼? 懷疑面 又有什麼? 又有螺旋軸 那麼我們下張PP 我們來看看 把它畫大一點 我們做一下 你看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金剛石的結構 我就把每一層的原子 用不同顏色來標 那麼好看點 最上面一層的是什麼? 咖啡顏色的 中光色的 第二層是綠顏色的 第三層中間層是藍顏色的 下面一層是灰顏色的 最後又回到什麼? 一個軸機又回到什麼? 中光色的 好 那麼這樣呢 我把這個彈包竖起來 我從上面看過去 可以吧? 從頂上看下來 現在這張圖是什麼? 從頂上看下來 看這個彈包 好 第一層是什麼? 這個第一層是 這個 江黃色的 第一層是黃顏色的 然後第二層是什麼? 藍顏色的 第二層是藍顏色的 第三層是 第二層是綠顏色的 第三層是藍顏色的 第四層是灰顏色的 到後來第五層是什麼? 對吧? 又是江黃色的 好 那麼我們看看 什麼地方有螺旋軸 我現在有黑的點子標的地方 就是有四葉螺旋軸 四葉螺旋軸 就是四葉螺旋軸 這個四葉螺旋軸 你看我這裡看 一層是轉 轉90度吧 以這個位置 轉90度 這個圓子到這個位置了吧 這位置什麼? 不過圓 沒中圓色的 沒江黃色的 但是它往下滑四分之階 到了四分之階層次 就綠顏色了 就復原了 對吧? 綠顏色是第二層嘛 不是復原了嘛 第二層的位置是四分之階嘛 復原了 好 然後再轉90度 轉兩分之階 那麼 又往下滑什麼? 滑兩分之階 滑到四分之階 又復原了 然後再轉下去 再往下滑四分之階 到四分之階 到四分之階 又復原了 那麼再轉回來的時候 就到下面 成什麼? 江黃色復原了 所以這裡 我黑的點子標的地方 都是什麼? 都有四葉螺旋軸 在圍觀界格裡面 就讓我碰到了 好 那麼我看看 畫一面 畫一面我們說 在什麼呢? 在這個下來 或者我們叫負八分之階 也好 八分之階也好 八分之階 或者呢 這裡標了一個 在這個什麼? 倒過來八分之階 或者八分之五 都會有這種 就是說畫一面 好 那我看看這個畫一面也可以 這個畫一面 那這個畫一面什麼呢? 你看 它這個原子 這個原子 這個原子 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走什麼? 對決原上走什麼? 走四分之階什麼? 四分之階A加B 四分之階A加B 它沒有原子的 但通過這個滑面 往上反一下就得到 灰原子 灰色原子 這灰色原子 再往中間移 再往這個中間移 一什麼? 四分之階加B 沒有原子的 但是反下去又得到 灰原子的 這做了一個 降往原子的 那麼這個 降往原子這裡移一下 再反上去又是灰了 灰了再往這裡移 下來就降往了 所以在這個底面 它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位置 就有一個低的 灰原子 那你去找到 這裡面的 反應面 灰原子就更多了 更多了 那麼這就是我們講的 微光對層元素 那麼我們總結下來 什麼? 它宏觀對層元素 有四個 那麼加上一個不動的元素 是五個 那麼 宏觀的是應該我們 像什麼? 一個是不動的 一個是N軸 還有一個N反軸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反應面 反應面 我在經濟結果裡 作用這個表示 不用那個什麼? 不用那個表示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對身中心 那麼在我們一般的 點圈裡面 我們表示寫發生寫 寫CN 這個是什麼? SN 這個什麼? 這個反應面是CN半面 這個什麼? 這個對身中心 這是兩套符號 這一套叫 雄弗力士符號 下面一套叫什麼? 叫國際符號 國際符號 那麼在一般的經濟結果裡 比較多的用這個國際符號 在那個裡面呢 為了比較多的用 在空間點形裡 用雄弗力士符號 好 然後現在我們又增加了什麼? 增加了一個什麼? 一個圍觀的 在經濟界圍觀的 就是一個懷疑操作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螺旋手 NN 還有反應面 這反應面是什麼呢? 有A B C 叫懷疑面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叫一個是 N 還有D 這是五類的懷疑面 這樣有7個 如果這個不算的話 有7個 旋轉軸 旋轉反軸 反應面 對稱中心 然後懷疑 螺旋軸 懷疑面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 平移 平移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 一共 宏觀加圍觀的一些 對稱元素的一些數量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問題 第二問題 講它的對稱元素是哪些 那麼 在這個圖形裡面 根據圖形的對稱型 比如說我們取了一個單包 取單包我們強調要對稱型高 要有盡量多的折角 要盡量少的點 按照這個原則 我們在去平面的時候 取了多少? 取了五個 布拉威克斯 那麼再去空間 就是說 再去三圍的時候 這叫後來 布拉威取了什麼? 取了14個空間點 14個空間點 我再叫空間克斯 布拉威 這是節目嚴格推導的 它有專門任務發表 你現在再找不到第15個 肯定找不到第15個 那麼這4個就在這裡頭上 那麼原則就是我們上次講的原則 一個是對稱型高 一個是盡量多的折角 盡量少的什麼? 少的點人數 這樣少的點人數 那麼當然我們說 我們來看看 最高的是什麼? 最高的對稱型就是什麼? 立方體 立方體 立方體是對稱最好的 因為你各個面 各個方向看過去都是一樣的 那麼它的特徵是什麼? 立方體特徵是什麼? 就是有4個三次軸 一個方向是三次軸 兩個方向是三次軸 因為平衡 這個平衡六面體是有8個頂點 那麼每兩個頂點組成一個軸 這個軸都是三次軸 所以它研開的時候有4個三次軸 或者倒過來也可以講什麼? 有相互垂著的3個四次軸 相互垂著三次軸 也就是說 你ABC上個方向都是四次軸 那麼 這是最高的對稱型 叫立方 就是這樣 那麼這樣的外形裡面 按照原子數量最少 對稱型要高 在情況下 它有幾個種類呢 第一個種類當然 就一個輸單位 就一個 最一個點人的點 那個輸單位 好 還有如果我找了個輸單位 有兩個點人的點 像這是頂上一個點人的點 中間一個點人的點 有兩個點人的點 那麼當然你也可以去找它輸單位 但是它這個輸單位 保持的最高對稱型 所以相比來說 我們是希望做什麼 做這樣的高的什麼 輸單位的 而這一點加上去以後呢 又不降低它認識的對稱型 如果我對這個圖形來說 我要去輸金包的話 那麼肯定是吧 它對稱型降低了 它肯定是沒有什麼 那麼高的什麼 對稱型降低了 所以這個 我們採取什麼 第一個原則 對稱型高的原則 取它 那麼這個叫什麼 叫代性的 代性的 叫體性 這個字叫體性 叫什麼 那麼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立方 立方 它的特點是什麼 有四個 四層什麼 三層 三層 三層我們一般 下面用軸表式 跟這個區別式 是三層 或者是三個四層都一樣的 它是 然後呢 它裡面有一個什麼 一個體性的 我們叫體性的 還有第一個 有數單位 這是沒有性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體性的 它什麼 也能保持這麼高對稱型 也是高高對稱型 好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面性的 F 就是說如果面上有點了 面上點 那面上有幾個面 六個面 那麼每個面上點在金包裡面 佔多少 佔兩分之間 那麼這樣 這個加起來 馬上又加什麼 就是加什麼 加 三個點 加上頂點一個點 它實際上是這裡面 什麼 面性 立方面性有四個點 有四個點 四個點的點 所以它呢 也保持到對稱型 那有人說 這個金包之間 我可以再和取小一點呢 你一取小 你就發現 它就是什麼 就不是立方的了 比如說 我這裡取 我這樣這裡取一個 這裡有一點 這裡肯定有一點 我這裡取一個什麼 正方形 那麼這個正方形 組成的這個東西 就不是什麼 不是立方的 為什麼 因為這條線 長度跟什麼 這個長度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去小的話 就會降低對稱型 要保持這個對稱型 就必須是四個點 那麼這樣的立方 我們就有什麼 就有三個 好 然後 對稱再降低一點 我們說 三方 這個四檔 三方 那麼三方 誰叫做 就是把這個立方 按照兩個頂點 往上拉一拉 就本來有什麼 四個三次手的 現在馬上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三次手的 一個三次手 它有一個主要特點 一個三次手 那麼 它的特點是什麼 我們知道 A等於B 等於C α等於β 等於γ 等於90 那麼它是什麼呢 它是A等於B等於C 是吧 α 這上面講的幾樣呢 α等於β等於γ 但是不等於90 它就是 就是往右方向 所謂拉一拉 離開就是這樣 那麼這就是三方 三方呢 去書單位呢 這一個P P 但是一般我們用三方 用R表示 因為這是一個 拉丁分子 用R表示 那麼目前 後來 就近年來 就是國際這個 經濟機構的標準委員會呢 又把三方 它那麼三方的 不好取 麻煩 又把三方的 歸到六方 大家發現 三方歸到六方 就是不是書單位了 對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它歸到六方的時候 這個就是C軸了 這個就是C軸 這個叫A軸 這個叫B軸 那麼你看A軸 B軸 這是一個等邊三角形 等邊三角形 那個一個 那個裡面一個角質 是六色度 一個叫六色度 另外一個角肯定是120度 對吧 120度 好 那麼120度可以歸到六方的 我們上次講的 平面 120度是六方 它最後一個 六四對色性 那麼這樣來呢 它肯定會 跟六方有什麼 相同特點 但是這個時候 它的C的那個 邊長呢 就不是原來的 變長了 那麼就是它的原來的三倍 三倍 所以這樣呢 如果把三方軌到六方 它也不是一個書單位 不是一個書單位 但是也有這種說法 把三方軌到六方 但是我們現在還按照比較老的 來分 如果它去單波的話 它是有三四對色的 那麼接下來呢 什麼 接下來是六方的 六方是什麼 有六四周的 這個三方裡面 將來 你可以發現它有一個六四反軌 所以它會最後會 推到六方的對色性 裡面去 那麼它呢 也是一個書單位 是H 書單位 是H 我們叫H 六方大特 這是六方的 但是要注意 六方的並不是一個單波 只有六四周對色性 它要單波拼起來 只有六四周對色性 那麼一個特點是單波A跟B的夾角是什麼 是120度 這是一個特點 那麼這裡就是說 我們說 A等於B 不等於C 不等於C 然後呢就是說 它是什麼 就是AB夾角 是什麼 AB就叫γ 等於什麼 等於120度 然後呢 α等於β 等於90度 都是90度 是吧 A跟C加起來 B跟C都是90度 這是我們什麼 就是六方的 六方的 還有接下來是四方的 這些都是書單位 四方的 它有四尺頭 是吧 那麼四方的 我們就看什麼呢 就是這個 四方的 那麼四方的 它有一個書單位 還有什麼 體型單位 體型 啊 四方體型 四方體型 四方體型呢也是 還是可以的 所以四方是一個P 一個R 那麼 四方特點是什麼 A等於B 不等於C 但是呢 它是α等於β 等於γ 等於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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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麼這個叫我們教 一半叫高級晶系 高級晶系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中間 中間 然後下面上個對稱 比較低的是什麼 就是真交的 真交的 那麼我們來看看 真交 真交 真交它是什麼 它有三個兩次軸 三個兩次軸 三個兩次軸 就是 這個上個方向 都有兩次軸的 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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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方向都有兩次軸的 兩次軸 那麼它有什麼呢 有書單位 有帶心的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面心的 有面心C 還有什麼 這個面心 還有整個四面 都有面心的F 這個實際上這個特點是什麼 就是要保持折角對稱性 它可以帶心 如果我把心去掉 我要它搞書單位的時候 它馬上馬 馬上折去就沒有了 那麼為了保持折角 我們因為它有原則 第一個什麼 第一個對稱高 第二個折角又盡量多 那麼為了盡量多的折角 它可以有什麼 而且這這些點 加上去以後 它都不會影響什麼 影響它的什麼 對稱性 跟對稱性 都保持一樣的 就這樣保持一樣的 那麼這樣它有四個 我們可以吃四個 然後一個單鞋 單鞋 單鞋就是什麼 把折角往右方向什麼 壓一點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單鞋裡面有 那麼它本來有什麼 有上個兩次 我現在變成一個兩次了 變成一個兩次了 那麼這樣呢 就是有一個角 有一個角變成一個什麼 不等於的 所以它這個就是有兩個 有一個書單位 它可以一個書單位 然後一個什麼呢 一個是 不是當中心 是什麼 某一個邊上的心 這個邊是什麼呢 這叫邊上可以心的 就是巨星的邊上可以心的 變上心 帶個心 我們這個心 叫做C 叫做什麼 那麼然後呢 它這個角度是什麼呢 角度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 本來是 它是 就是 A可以不等於B 正叫做A不等於B 不等於C 但是呢 α等於β等於γ 等於九色度 它呢也是這樣呢 A不等於B 不等於C 它的一個角度呢 就是其中有一個角度 我們把這個角度就是什麼 就是 也是這樣的 這兩個九色度 這個γ就是 γ就是不等 γ就是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九色度 其它的呢 α跟β等於九色度 斜了一下 等九色度 那麼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我們叫三斜 沒有它是對稱型 這個平易對稱型 它這個數段位 這個數段位 那麼這個角度就是這樣 就是任意角度 α不等於β不等於C 然後 就是說 A不等於B 都不等於C α不等於β不等於C 它是任何一些的 平易的東西 都可以成為什麼 成為我們那個 那個 所以這樣呢 等於有三個精細 一個高起來 一個中起來 下面一個D界的 那麼 就 三個級別就是精細 那麼 具體來說呢 是七個 就是 六方 三方 六方 四方 正交 單斜 三斜 七個精細 七個精細分三個級別 一個高階 中階 低階 然後它的點燈形式有幾個 十四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經濟系統裡面很有名的就是十四個波羅威格子七個精細 七大精細 七大精細 十四個波羅威格子 那麼這就是我們按照原來的劃分規則 對稱性高 對稱性高 這叫多 點盡量少的一個原則 來劃分 空間 個字的時候 得到的結果 劃分平面個字 我們上次講的這五個 不到個字 劃空間的時候 就得到什麽 得到十四個 十四個 十四個 我們把它分精細的來說 就從外形來說 我們分成七個 裡面 代點的我們就是什麽 所以相同的 然後 再按照對稱性高低的級別 就又得到什麽 得到三十五 三十七位 所以這個就是把我剛才那個 表就是什麽 就龜了一下 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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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裡是 立方方在這裏 這個 這個表排得一樣 立方 六方 三方 四方 然後單斜 正教單斜 三斜 這是什麽 就波羅威格子的數目十四個 這是精細的數目 所以十四個波羅威格子 切個精細 在三位結構裡面我們得到 這是他們的坐標 好 那麼下面我們來簡單的 來觀察一下 宏觀對稱元素 可以組合這麽三十二點群 就三十二個什麽 就是組合 這我不詳細來推倒了 這個在文化裡面的 專門講群論的時候 它會來推倒一個一個 這樣起來 那麼你去數一數 把這PPT數一數 就是什麽 就是三十二個 這個是對稱元素 可能有的對稱元素 這是一 這是二十手 三十手 四十手 六十手 對稱中心 反應面 四十反應是獨立的 然後他們自己做起來就是一套 然後他們再加上一個面 這個面再加在不同方向的面 然後加個軸 一對平起來就是最後 到最後最高的是什麽 就是點心最高 這是這個對方對稱性的 是T跟O 這是加不同面的位置 這是最高的 它有什麽 有四個三十手 這三個是什麽 四十手這樣的對稱性 這是三個點群 好 那麽同樣道理 就是說我們圍觀有多少 剛才有七個 七個對稱元素 紅觀四個 圍觀七個 七個對稱元素 去組合起來 就什麽 就有230個空間群 230個空間群 屬於 因為230個空間群 肯定分辨屬於32點群裏面 所以紅觀性屬於32點群裏面 那麽它把32點群裏面 它的位置放在前面 然後這些 它這個 當然不知道是數單位 還是什麽單位 然後再把它對稱元素 寫起來 那麽這樣就表示什麽 表示一個空間群 那麽我這裏舉個例子 比方CRH 這樣一個什麽 這樣一個點群 就是一個兩次頭 一個垂著兩次頭的反應面 這個叫CRH 那麽這樣一個點群 裏面有多少空間群呢 有六個空間群 這六個空間群 這六個空間群分辨什麽呢 它帶星不帶星 比方P跟C 因為這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單斜鏡體 那麽它到底帶不帶這個 這個就是 那麽我們就帶星不帶星 帶星不帶星 還有一個兩次頭 一個反應面 到底是兩次頭 還是兩次螺旋軸 那反應面 反應面是什麽 還是懷疑面 就這個區別 那麽這個區別來說 每一個都有兩個choice 兩個選擇 那麽 有三種東西 兩個選擇 兩個選擇等於什麽 一個等於八個 應該有八種可能 但是這裏面有兩種可能 兩種是幫忙的 如果 你二葉 用了這個以後 其中是 二葉跟什麽 跟那個帶星 是不行 不能在一起的 你看帶星的 帶星的 這個結構 都是兩次頭 就是說 帶星的結構 不可以跟兩葉螺旋軸放在一起的 那麽這樣一來呢 就是把這兩個去掉了 所以這樣到六個 到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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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麽下面 我們在書上有 每一個點群下面 包含多少空間群都有 像這個點群就包含二十個空間群 這個又包含二十二 但是呢 跟大家講 有一點是要測試 二百三十個空間群 完全是理論推道的 在設計晶體結構裡面 有很多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而且應該是設計晶體結構裡面 有的空間群 大概也是設了這幾個 這幾個 而最多的空間群 就是我這個選的 大部分的有機晶體 都在這個空間群裡面 這空間群裡面 這空間群裡面 所以真正就是說 我為 碰到 經濟結構分析的時候 碰到的空間群 數目大概也沒幾個 沒設計 十幾個空間群 而且 十幾個空間群裡面 它占了大部分 它占了大部分 好 那麽接下來 我們再討論一個問題 什麽呢 就說 我們說 那個 它空間 周極性的結構 是一個一個點 按照什麽 按照周極性排列起來的 那麽這樣子 每個點按照三圍 A方向 B方向 C方向 都有什麽 都周極重複了 那麽得到一個什麽 空間的什麽 點燃結構 那麽是不是 還可以從另外一角度來 討論這個周極性 後來有人說 實際上 我們這一點 可以把它連成面吧 連成面 那麽這樣的 所謂的經濟結構 就是這些面 平行的排得起來 把這些面平行跌起來 馬上就得到了什麽 得到了晶體的什麽 整個的什麽 空間點燃 空間結構 這叫我們 下次再講的 包括 布拉克的工作 就是實際上 從這個上面出發了 好 既然你可以把面 跌起來 那麼面怎麼來表 表中它 你這個面是什麽面呢 因為你看這個面 也可以這樣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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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就是三種顏色了 那實際上 無限多種顏色 可以出來的 那麼 怎麼來表證 晶體結構裡的面的位置 那麼這就是 晶面的表示方法 那麼晶面的表示方法 是由Miller提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般叫Miller index 就是Miller指數 那麼我們說 一個平面 在一個空間坐標裡面 怎麼來定義平面呢 上個點 能定義平面 定了三個點 知道三個點這個平面就定了 那麼這三個點 我們這麽定的 很簡單 它不是有三個軸嗎 ABC三個軸 那麼這個面 跟ABC三個軸 交到三點 把這個三點位置停下來 我這個面就定了吧 面就肯定定了 那麼這三個位置 怎麼來定呢 那麼我就可以考慮 它在三個位置上面繼續吧 交點 或者我們叫交點 把這三個交點定下來 那麼這個面的位置就定下來 好 譬如說 我現在定一個面 這個面 在A上面 它的交點是RA 叫RA R可以什麼 可以整數也可以半整數 什麼都可以RA 那麼 在什麼 在B方面是什麼 SB S1 然後呢 在C方面是TC 三個 那麼我可以用什麼 用R ST 三個數來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平面 那麼這個三個數定了 這個平面肯定定下來了 定下來了 後來發現這個三個數不好 大家想想什麼不好 如果它跟這個面沒有交點 平行這個軸 比如說我平行A軸 那平行A軸 A上面就是什麼 R就是什麼 就變成無重大了 哎呀 因為不交嘛 不交我 我數學上可以認為是無重大 我說我在無重遠的地方 總會相交的 那麼就比無重大了嘛 那麼這個三個數裡面 有無重大 那麼如果跟兩個照平行的話 就無重大 無重大 一個數不好 也不這個 不方便 那麼後來才去什麼 才去把什麼 把RST的倒數 來什麼 來表證什麼 表證你這個面 可以吧 那可以了 那無重大的倒數就是0 0是很好的一個數 如果跟這個軸平行 這個軸上標示就0 標示就0 好 那麼就得到了什麼 就是R分之間 T分之間 T分之間 來表示 那麼這樣一多數以來 將來會出現什麼問題 出現個什麼 出現個小數 或者出現個分數 特別出現分數 那可以表示也比較麻煩 在0點幾啊 或者幾分之幾啊 那麻煩 那怎麼辦呢 後來又想了辦法 把它什麼 把這個數 大家放大 放大 放大到什麼 放大到一個 負責的什麼 一個整數 可以吧 可以把它放大到負責的整數 比如舉個例子來說 它原來RST 原來就在什麼 就在兩個A 兩個B 三個C 這個位置 就在這裡 兩個A 兩個B 三個C這個位置 就這個面 這個面本來是 R分之幾 S分之幾 T分之幾 等於什麼 二分之幾 這個什麼 二分之幾 三分之幾 那本來是什麼 0.5 0.5 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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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多少算 不知道多少算 就很麻煩 那怎麼辦呢 把它畫 一畫畫什麼 畫成功332 332 332是什麼 是負責的什麼 整數 所以 所謂的Miller Index 就是什麼 就是 它的結局 這個平面 在三個軸上 在AB三個軸上的 結局的什麼 的 多數的負責 整數比 整數 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結局 是多數 現的多數 結局的多數 然後是負責的 那麼就到223 那麼這個面就是223 好 那麼我們去看 這個 這個面 是吧 這個面是什麼 這個面是接在什麼 接在A上 但跟B跟C平行的 那麼叫什麼 叫100面 100面 為什麼 它接在1 0也可以接在1也可以 不管怎樣 只要跟它隨著的 我們就1 100面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跟C平行 跟AB 都接了 就1100面 10面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111面 所以這樣呢 我們就得到了什麼 一個叫 梅拉指數 梅拉指數 那個指數 然後呢 我們再進入來看一下 那這也是典型的梅拉指數了 一個表示方法 表示方法 表示方法 好 那麼 金面的表示方法出來的 那麼 金面的 是吧 鑑魚我們怎麼來定義呢 我們怎麼得到呢 那麼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公設就是這樣的 如果是一個立方 驚喜 叫A等於B等於C 就是它經過參數 這個A的話 相互垂著的話 那麼 它任何一個 HKL 這樣一個鏡面 HKL 這個鏡面 它的距離什麼呢 就是 它第一的平方 分到數等於什麼 A 分之什麼 H星 這個是什麼 就是它的指數 A方向指數 B方向指數 C方向指數 C方向指數的平方 這是一個很標準公設 那麼 這個公設怎麼來呢 我用一個簡單的 我花幾分鐘的時候 簡單的說法 來給大家推一下 大家完全可以的 那麼我們先從兩位來推 如果這是A 這個也是A 這樣一個平方 那麼我現在有個面 就在這裡 這個面 那麼這個面 當然也可以通過圓點 因為它平行面 肯定很多平行了 那麼我們來看看 這兩個面之間的距離 距離 那麼怎麼來推照出來 那麼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按照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等於什麼 高乘什麼 低 高乘低 高乘低 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三角面積 這裡沒有平方的 這裡沒有平方的 高乘低 然後 這個三角面積也等於什麼 這兩條邊 因為這就是三角形嘛 這個直角面積也等於什麼 H分之A 這個結局嘛 它是結論在這裡 因為它是倒數嘛 所以我們把它分模 這就是A分之A 這K分之A 這兩個是結局 兩個結局 所以這樣的 這個兩個三角形面積 可以有兩種辦法的表示 其中這個MN 這個MN 按照這些三角形的定義 它的平方加上它的平方 就等於它的平方 加上它的平方 開更好 這就是它的長度 把這個長度 帶到這上面去 我們馬上得到什麼 到這樣的關係 這裡 這裡沒平方了 寫錯了 這個低分之A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它 等於它 等於這個 這個低分之A等於什麼 等於 這是大量的平方倒數 那麼它移過來 它移過來 那麼它移過去 然後這個就保留在 那麼這就是MN 這是MN 這是它們移過來的時候 下面A平方 上面H星和K星 這個移過來 那麼把低移過去 就低分之A在這裡 這裡 所以這樣呢 我們就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這樣的結果 從上面到達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我們再來看 把它拿出來 因為它是平方嘛 平方拿出來 這裡什麼K更好 拿出個A 所以分母就變成A了 這裡就變成A了 所以這樣的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就是說 第一H星 K星 L星分之A等於 這裡什麼 下面就變成A了 一出來就變成A了 然後這是A分之A 這裡面呢 什麼呢 把它拿進去 拿進去 這是H平方K平方 拿進去 HK 拿進去 這裡K更好了 到裡面就變成平方了 平方的是H平方 K平方 跟H平方一樣 這裡也變成K平方 那麼H平方K平方 跟K平方一樣 這裡也變成H平方 所以馬上到達什麼呢 就到了 就是K平方 K星號平方 加上H平方 K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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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馬上第一過來就是 第一是什麼 H星 K星 L星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倒過來就是什麼 倒過來上面是A 下面是什麼 H星平方 H星平方 加K星平方 兩字眼 都到這個起步 兩字眼 那麼這什麼 這是 這裡因為我們是平面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 L是什麼 L是個0 是跟什麼 跟那個C值的那個 垂著的那個面 在C 這是A B的 這是A B的界面 C就沒有了 好 那麼這樣來呢 如果我們把推廣 推廣出去的時候 就得到什麼 三維的 我們就得到這樣的 這三維的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了 就是把什麼 把這裡再加個R平方 那麼 對三維的推道 我們樹上最後一頁 就是對三維的推道 那馬上得到這個三維的結果 我們可以推廣到三維 馬上就得到這個結果 這結果 所以這樣來呢 我們對一個 立方格子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A 這個相等的話 那麼它怎麼 它就得到這樣一個設施 如果是正教的 A不等於B 不等於C的話 那麼馬上可以等於這次 那麼 關於這個設施推道 我們的書的 就是教科書的那個 後面一個一個立體裡面 我們舉這個例子 就來推到這個固域 那麼這 一般就是 我們這個 一些立體幾何的制設 但是這個 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將來我們 做X機構分析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用到這個樣的 公設 公設 那麼關於這個 這樣關於 近地機構的 周極性跟對稱性 還有裡面很重要的 最後一部分 就關於 晶面的表示方法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麼下次課 我們就轉了 到我們的正題 就是說 我們怎麼來 用X射線 來分析我們的微觀結構